上个粉丝提问 如果出生岛没有无敌 游戏会怎样?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正好会发生三个变化 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术吧 321你装进了没有 关注了没有 1.挂骑玩家将减少 提问在每次对局中 会有几个挂骑玩家 他们跟随飞机到中边NB 最后被减零头的玩家收帝宝 如果出生岛没有无敌的话 那这类玩家将在开局就被淘汰 直接掉大风 那9290之后完全不会有花级玩家了 2.玩家被迫分为两面 如果出生岛没有无敌 那无疑会有两种玩家 要么开局跑路等待上飞机 要么开局直接找其他玩家拼拳 无疑会有大量玩家 并练习拼拳难KD 甚至直接有权光诞生 3.拼配置和网络 如果出生岛没有无敌 那手机比较差的玩家 人家已经在出生岛 但是手机还在加载 很容易刚进去就配屏了 根本无法玩游戏 非常拼配置和网络 因此这个模式完全不可能推出 要玩吗 你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的三年哦 我们下期见